你们家家风有问题 所以很多的观念 很多的做法 好像都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理所应当 一点都不觉得丢人 所以不要再说 谁读了初中 谁读了高中 谁读了大学 在某个点上 谁也不比谁好到那儿去 那要改变你们 我觉得很难 但是即便是这样 我们今天的老师 还要是要在这上面做努力 我有一个同事 他经常说一句话 他说水总是往下流的 指的是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通常父母总是希望 把自己最好的 给到自己的孩子 就像水一样往下流 可是相比这个水 总是往下流的 这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我们会发现 能够饮水私缘的 却真的不多 就像我们刚才 有一位老师说的一样 今天能坐到这里 各位都有赖于 几十年前给了你们生命 今天还住在牛棚里的妈妈 没有她 你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 然后今天你们还坐在这里 争得头破血流 我们说对一个老人孝顺 一 让她的生活吃饱 穿暖 没有后顾之忧 二 让她精神上高高兴兴 开开心心 可是这两点 五个孩子啊 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做得到 更别谈所谓的精神上让老人满足 还好今天老母亲没来 来了看到你们同事手足兄弟姐妹 这样指着对方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去说对方这样那样 你让老太太亲和一看啊 几位所呈现出来的状态 无非是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自私 就我刚刚说的 家风没弄好 大家都在护着自己的小家庭 为自己能够生活得更好 哪怕踩上对方一脚 也在所不惜 这就叫自私 还有一种 你们今天会闹到这里来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平衡 凭什么我照顾的多一点 他照顾的要少一点 凭什么我得的少一点 他得的要多一些 永远都是一个字在比 比的不是好 比的是自己得到了多少 看的不是自己和别人的付出的差距 看的是自己比别人少拿了什么 心里巴辣的小算盘 生怕有一点便宜让别人站走 因为这点不平衡 所以二哥咬大哥 大哥咬二哥 但是你们在比的这个过程中 放弃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在斤斤计较不断撕扯的过程中 放弃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老母亲 我说一下我自己 关于老人赡养的观点 我比较同意我们刚才律师的说法 先不要把房子掺和进来 因为那就牵涉到利益 一旦有利益在里面 很多东西最后会演变成另外一个局面 第二 二哥说要把老母亲每一家放两个月 八十多岁的人 两个月拨一次地方 两个月拨一次地方 您觉得合适吗 没办法的情况下 所谓的办法是你们愿不愿意 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没有办法 是在人为 两个月拨一次对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家来说 让他重新去适应另一个环境 别说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 就我们这些年轻人也未必受得了 我个人不赞成 今天到这里来 所有的爱家的兄弟姐妹 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一点 你们今天做到这里来 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和自己肚子里的那股气 而是要本着到这里来 怎么真正地解决老母亲的问题 不再被别人拍视频 不再被别人家指脊梁骨 我帮你们几兄妹理几个点 想得你们觉得好像很冤枉 第一个老母亲没照顾好 尤其是对你们两兄弟而言 你们是互相在那里攻击 但是事实摆在这里 第二个点呢 你们今天首先两兄弟要达成一致 那就要放下一些 对对方的意见 老大这一边 你先把牢给你的矛盾 你放一遍 房子我们都先放在这里 今天你爱人也来了 之前有婆媳矛盾 现在老人家八十多岁 八十八岁 能不能放下 你要发挥儿子的作用 不然的话 你要知道 即使你拍着胸铺 说你们家没问题 外人怎么看你们家 老老这边呢 首先就不能有一个动作 叫推 你们家就不能有这个 不管他们有没有做好 我告诉你们 你们所有的人跟你一样 都不能有这个动作 叫推 所以老人家的问题没解决掉 赡养的问题没解决掉 所有有能力的资云 我看都是罪人 我们下来 我来